各位網友,我記得大概三四個月前,我跟大家講講, 是不是彭麗媛,彭媽媽,有可能做政治局委員呢? 最近又有些跡象,我們真的要研究一下,和看歷史上,和其他世界各國共產國家的發展,究竟有沒有這個可能 好了,現在紅米,感謝大家支持,現在剩下紅米和時代六間, 你自己來外賣自取,全部有八五折,重振旗鼓,痛定思痛,有十大承諾的,第一,食物品質,用優質食材, 這個,預設煮食時間,一定新鮮煮出來,出餐溫度,熱的就熱,冷的就冷,賣相要吸引, 飯旺時間,都要十五分鐘內出道餐,這個就是食物,服務,一定會主動安排,和客人打招呼入座, 教客人,或者代客人,用QR code落單,環境清潔,客人用完餐之後,一定用消毒藥水抹桌,環境舒適,室內保持23至25度, 每個同事都帶名牌,方便客人贊賞,或者投訴,為了令大家吃得安心愉快,你有不開心的體驗,可以WhatsApp 餐廳的顧客服務熱線,5277,3178,他們會代為跟進,我都會去看看,OK,這個服務熱線,大家, 好了,彭麗媛又出來了,是很高調,是去到第二版,去長沙調研基層結核病防治工作,這個是, 我們講講,彭麗媛當然是第一夫人,但中國是沒有第一夫人的,就是這個,江澤民,很少帶她的太太出來, 這個就是胡錦濤也是,這個就是,但是彭麗媛是有一個職責在身, 她是聯合國的防治愛滋病的大使,就是和病有關的, 今次去看結核病的防治工作,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 3月18日至21日,習近平去了湖南, 潘曉明和省長毛偉明, 在長沙常德,視察了兩個地方, 應該是彭媽媽和他一起來的, 彭媽媽,彭麗媛就去了看肺結核, 就現在報道出來, 但是就不是作為兩夫妻的聯合報道, 就是彭麗媛一個人的獨立報道, 而且在人民日報去到第二欄,這個是非常高級的待遇, 這件事究竟有什麽含義呢, 中國國家衛健委影片顯示, 3月20日視察肺結核防治工作, 應該是一起去了長沙的, 放在第二欄那裏是國家領導人的, 大家看到,他的態勢, 旁邊是省長這些人陪著他, 出來很有領導人的架勢, 彭麗媛走來宇花區健康教育館, 然後在銅井街社區健康服務中心, 慰問基層醫務衛生工作者, 就講基層肺結核診治的途徑, 康復,大家也知道, 肺結核病,肺爐我們小時候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記得灣仔就有栗敦治肺病治療所, 後來就因爲有了抗生素, 以前肺爐是絕症, 我們看黑白片的時候, 一知道就知道做了肺爐, 就死定了, 後來就出了一些抗藥的肺結核症, 又捲土重來的, 現在你移民去英國是要嚴肺結核的, 要嚴肺爐的, 中國因爲衛生情況不太好, 肺爐也有它的威脅性, 講開又講, 它是愛滋病防治大使, 最近愛滋病聽說有得治療, 有得治療, 是用這個基因治療方法, 我們看一下彭麗媛的活動範圍, 2023年, 總共有這麼多條, 最近是9月, 陪同贊比亞總統, 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總統夫人, 她是見總統夫人, 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她是促進女童婦女教育特使, 她是會為女人和小孩子的權益講話的, 越共中央總書記軟附重的夫人, 參與越南博物館, 這兩次都是和其他的總統夫人, 總書記夫人出來活動, 還有單獨會見烏茲別克總統夫人, 她是單獨會見, 中國歷任國家主席夫人, 單獨會見外賓, 都非常罕見的, 以前是誰和她一起去見, 對方是兩夫妻, 於是她就陪女人出去, 單獨接見, 這次就去巡視了, 這三次都是見其他總統夫人, 這個就是聯合國大使的身份, 而且在2023年11月, 她也出席了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的局勢, 早兩三個月, 因為有人懷疑, 就是彭麗媛會不會正為政治局委員, 因為現在的政治局是24個人, 很少的, 一向都是單數, 而且歷屆都是25個人, 為什麼少了一個呢, 人家說最後關頭就是胡春華, 應該入政治局委員, 他沒有入, 這個很可能就是習近平最後一刻就取消了, 取消了胡春華, 這個就是導致胡錦濤事件, 很可能是導致胡錦濤被嫁走事件, 好了, 人家覺得現在這屆政治局委員, 就是沒有女人, 這個歷屆都有女人, 那是不是要補回一個女人下去呢, 好了, 一般來說, 人家覺得彭麗媛可能被選成為政治局委員, 那什麼時候可以選他做呢, 應該是三中全會才可以選出來, 三中全會有權就是選他做政治局委員, 其他就是沒有人有權就選他做政治局委員, 那第一, 選他做政治局委員, 為什麼要選他做政治局委員呢, 第一個原因, 就是習近平覺得沒有什麼人可以信任, 現在你看到很多他捧起的人都炒了魷魚, 秦剛,李尚福這些, 有五個部長炒了魷魚, 他真正信的人就是一個蔡奇, 蔡奇一直跟著他, 劉鶴又退休了, 你看到習近平的人, 是比較無情的, 他是任由那些人退休的, 以前毛澤東和史太林都不是這樣的, 劉鶴那些, 他身邊的人, 大家一起做到老的, 他就不是的, 由劉鶴那些人就退休了, 他自己, 栗戰書他都給他退休了, 以前那些死黨, 現在, 你看到那天他罵趙樂際, 趙樂際他不信任的, 王滬寧其實都已經失重了, 調了做政協主席, 李強似乎都是弱勢的, 沒有什麼實權, 被他用黨架空了, 其實他真正信任的人只得過蔡奇, 蔡奇是使命必達的, 就是你習主席說做什麼呢, 他不理天下人的餘毀, 天下人怎樣說他, 總之他就說要刺刀見血, 這個就是考驗你的忠誠, 就是要真是真刀真槍, 敢斬人, 敢殺人, 來完成任務的, 見神殺神, 見佛殺佛的, 但是, 你知道這些共產黨的領導, 他就覺得沒有人可以幫他分憂, 這個蔡奇是其中一個, 這個當然是一個走狗, 是不是需要一個他徹底相信的人, 好像彭麗媛那樣, 去幫他背了一些戰線呢, 我要告訴大家, 彭麗媛是唱歌唱到終將的, 民族唱法就是他曾經拿過大獎, 最厲害的民族歌唱家, 他在習近平未曾集積上來的時候, 未曾做到代福建省長之前, 彭麗媛是比習近平出名的, 而且彭麗媛就是有幾件事, 第一, 他穿衣服就得體了, 別人說, 這麼久, 這麼多個第一夫人, 就是他最拿得上台面的, 跟西方的領袖的夫人, 都好像很合理, 無論在衣著或者品味方面, 非常之得體, 第一, 第二, 他一點劣跡都沒有, 在他的歷史是清白到不得了, 第三, 他也都在官場浸了這麼久, 他人沒有什麼野心, 他跟江青不同, 不覺得他有野心, 但是習近平需要他, 他當然可以為習近平埋名, 而習近平需要他做什麼呢, 習近平是不是需要一個軟性一點的人, 去處理文化和宣傳戲劇, 藝術這些東西呢, 這些意識領域的東西, 習近平是很緊張的, 而又要他看, 他就很辛苦了, 他又要看軍隊, 是不是, 又要看外交, 已經很嚴重了, 看黨內的人士, 是不是可以把婦女, 兒童, 衛生, 文藝, 這些東西交給彭麗援管呢, 這個真的是, 也都顯示出一個 soft side of 習近平,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還有, 就是這些共產黨的國家, 除了中共以外, 除了以前蘇聯以外, 就是很喜歡擁有血統的人, 或者有第一等親屬關係的人, 去介入那個權力, 最出名的當然是金氏家族, 第三代, 第四代, 人家都做到這樣, 習近平不怕做, 這個人多少歲呢, 他最多十二三歲, 出來兩年了, 現在他被人稱, 金正恩去看任何的導彈, 發射的東西, 都帶了他去, 他被人叫做領導人, 好不好笑呢, 十二三歲的小女兒, 又叫他做將軍, 他封了那個將軍下門, 就是很明顯, 金家已經是三代繼承了, 這個是第四代, 但是他怕自己不長命, 所以十幾歲就開始帶他出來, 他還有一個兒子, 兒子可能小一點, 第一, 第二,可能不夠金主愛, 他覺得他的性格適合做領導人, 那個人要很狠的才可以, 需要殺人的時候可以殺人, 又要相當聰明才可以, 不要說卡斯特羅, 卡斯特羅也是傳給一個弟弟, 這些, 習近平叫老婆幫忙, 那時候克林頓都叫Hillary幫忙, 他覺得順理成章, 而且為什麼有這個問題呢, 就是他什麼事, 有什麼事不行呢, 他就學毛澤東, 江青, 江青因爲底很差, 結過兩次分, 又搞到他的老公為他自殺, 因爲他勾三搭四, 嫁給毛澤東那時候, 所有那時候共產黨的領導層都反對, 就要他答應江青不可以參加政治, 所以江青一直是低調的, 到後來, 這些當然是毛澤東大權在握, 毛澤東在1960年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孤立, 其實他和江青已經分了一句, 他們不停搞別的女人, 江青是對他最忠心的, 而江青是做演藝界出身的, 就叫江青去負責文藝界, 他三件事, 出發第一點, 他是林彪捧他, 江青同志在軍隊的文藝座談會講話, 這篇就是講怎樣藝術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廢除所有帝王帳上, 這些不要讓封建階級繼續統治我們的戲劇和藝術, 弄了那些樣板戲出來, 其他戲全部不准放, 第三, 最後文革的時候, 做文革主任, 文革小組的主任, 而且還做政治局, 他讓他做到政治局, 政治局委員, 那時候林彪的老婆, 也是做政治局委員, 所以今天彭麗媛做政治局委員, 完全是江青這條路, 完全是江青這條路, 江青到最後, 審他那時候, 審十岳的時候, 江青是說,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毛主席叫我咬誰, 我就咬誰, 他問那些人, 抗戰的時候, 解放戰爭的時候, 你們在哪裏, 我就一直在毛主席身邊, 被人轟炸, 有什麽危險, 你們都走了, 我就保持在毛主席身邊, 江青, 那麽彭麗媛呢, 和習大大就不同, 習大大雖然結果一次婚, 他第一任老婆在英國, 是專科醫生, 已經退休了, 那些人問他, 你有沒有後悔, 當日為何要和他離婚, 他堅持要去英國, 習大大, 他要習大大去英國, 習大大不肯去英國, 那就要和習大大離婚, 那些人問他們有沒有後悔, 他現在做了國家第一把手, 這個十幾年前, 我頂不住一個, 兩個星期不擦牙不洗澡的男人, 這個是, 我看見的報道是這麽寫, 後來就遇到彭媽媽, 一見鍾情, 他說十分鐘內, 這個驚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就決定娶他, 再次結婚就娶他, 而彭媽媽覺得很感動, 因為習近平, 每個人都說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每個人認識他, 習近平問他, 其實唱歌是有幾多種唱法的, 這個人很有思想, 懂得關心我識的東西, 有文藝唱腔, 有蘇俄式唱腔, 有其他歌劇, 有pop song, 有很多種唱法, 於是習大大愛彭媽媽, 歷史上, 對朝政作出重大影響的人, 這個當然是演戲的人, 這個不是真的, 就是美八子, 孫太后, 這個人很大功勞, 秦國的孫太后, 秦超商王的媽媽, 美八子, 他是封做八子, 其實很低級, 但是他生了超商王, 秦衛民王死了, 就被秦武王, 秦武王, 竟然是一個, 舉重狂, 跑去周朝, 周國,周朝那裏, 舉頂, 舉頂, 咬斷了腳骨, 絕敬而死, 他竟然奪到位給他的兒子, 是搞到內戰的, 就是秦超商王, 因為他有兩個弟弟, 其中一個就是楊侯, 很厲害, 楊侯有一個手下就是白喜, 秦超商王, 在位幾十年, 頭那二十幾年, 其實都是他作主的, 這個這麼厲害, 而且還幫兇奴王生了兩個兒子, 還可以再嫁, 然後又殺死了那個兇奴王, 讓秦國可以統一那個地方, 這個人這麼厲害, 這個就是孫大俠, 彭嫲嫲, 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很aggressive的人, 他不是一個這麼霸氣的人, 跟江青有一點不像, 他是, 會的形象好過江青很多, 就算他做政治共委員, 是不是呢, 我們很快就知道了, 這段講到這裡, 好了, 別人推薦了很久, 我第一次推薦VPN, NOT VPN, VPN, 任何人用我們的連結, 購買兩年服務, 可以多四個月, 現在VPN, NOT VPN本來在送三個月, 那就是送七個月, 81元美金就可以用兩年零七個月, NOT VPN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 他特別快的, 一個賬戶有六部機可以用, 理論上, 你一個人, 一個手機, 一個ipad, 或者一個電腦, 是兩至三個人用的, 81元美金, 即是640元, 就有三十一個月, 每個月是二十元, 三個人用, 你如果用這條連結進去, 就會獲得這個優惠, 而且也是對我們的支持, 還有什麼好處呢, VPN可以連接到ChatGBD, 我都預備用這個, 去看Netflix, 就是我停了我的subscription, 去土耳其看Netflix, 是便宜了一半錢, 這個有好處, Youtube Premium也是最便宜, 是印度最便宜, 是在立陶園,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又是PWC, 不會傳你的用戶資料, 大家很放心, 600元, 就有30個月, 31個月, 三個人用, 23號就是23條, 我建議在香港的人用, 真的我建議在香港人用, 好了, 640元, 這個兩年零七個月, 這個是31個月, 20元一個月, 三個人用, 一間6元而已, 穩陣一點一定要用, 你用Netflix和Youtube, 就是Premium, 就已經省了, 還有用這條link去拿到優惠, 也是對我們的支持, 就是我們有一些commission, 對我們的支持, 我希望大家快點加入, 我們有一個時間,